今天与各位共同欣赏的是《十岁者》 《十岁者》是法国巴比松派画家米勒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会于1857年,同年展出于巴黎沙龙,现藏于奥赛美术馆 《十岁者》是以旧约《圣经路德记》,路德以阿波斯的记载为蓝本 路德在阿波斯田里拾麦穗,供养他的婆婆纳俄米 反映农民要让贫苦人减食收割后遗留麦穗以求温饱一事 该画除了描绘三名农妇在金色麦田、石麦穗情景之外 其金黄阳光、弯腰等细节也呈现了英雄史诗般的崇高境界 画面上三位不同年纪的女性表现出劳动家庭的命运 农地监督者坐于马背上眺望,刻画出当时的社会状态 远方的教堂流露出一股近似宗教勤操的崇高性 米勒生于诺曼底的农场 该画是他在约35岁以前苦迷艺术方向时的代表作 他讨厌巴黎疯狂式的气氛及噪音 在十岁者中初次尝试用写实主义的手法 其素描简洁扎实,又对风景处理得详细适当 功利也人注目 马,马车,房子,树木,杂草等背景,以及小人影的设置 是这一广大的劳动场面所不可或缺的元素 米勒的作品常以人物为中心 一如其他巴比重牌画家那样 后来,梵高也临摹过米勒的作品 表现当中 spouse订阅 所欺负 Moo quotid我的功能 我是